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的密蘇里州政府 正式入稟聯邦法院 就著中國政府隱瞞疫情提出訴訟 他們要求中國政府 就著美國的人命損失和經濟損失作出賠償 密蘇里州首個向中國提出賠償的州份 根據當地官員指出 截至星期二上午為止 總共有5963宗確診個案 造成215人死亡 經濟活動全面停頓 估計至今損失超過440億美元 而密蘇里州檢察總長施密特說 今次向聯邦法院提出的這項民事訴訟 目的是就著密蘇里州和州內的居民 蒙受著高達幾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要尋求賠償 他說病毒對多國帶來不能收復的損害 造成患病、傷亡、經濟停頓和帶給人民苦難 病毒對密蘇里州尤其帶來嚴重衝擊 數以千計的民眾受到感染 多人死亡、家庭分離、中小企業倒閉、生活困難 中國政府沒有如實地告訴全世界 病毒的危險性和傳染的本質 由壓制吹哨者發聲 在阻止疾病擴散上做得太少了 中國政府必須為著他的所作所為負上責任 控訴書顯示原告是密蘇里州政府 被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 中國國家衛健委、中國應急管理部、中國民政部 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漢市人民政府、武漢病毒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 控訴書又提到中國政府在證實有疫情之後 延遲幾個星期才向世衛組織通報 而根據世衛管理的國際衛生條例顯示 中國有責任在24小時內 報告所有可能在境內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 這件事已經打響了第一炮 當然我相信這與密蘇里州的州長是共和黨籍有關 至於民主黨籍的州長 似乎在薩祥方面的取態相當延後 例如紐約州州長科莫施選 他在收到來自中國的醫療物資後 竟然是大肆鋪張地感謝中國 大家都看得出 他會向中國提出薩償的機會不太高 只不過正是共和黨執政的州份已經有27個 如果陸續這樣 入品聯邦法院提出薩償的話 也別說不投行 面對著國際要求追責和薩賠的呼聲 到底中國外交部有什麼回應呢? 這個發言人耿爽提到 有兩點的反駁 第一 他就說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 可能在任何時間 在任何地方出現 中方和其他國家一樣 都受到病毒的攻擊 是受害者 不是加害者 更加不是病毒的同謀 面對著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和傳染病的威脅 國際社會應該團結協作 同舟共濟 而不是相互指責 甚至乎叫囂追責索賠 我也不記得國際上有這種做法 首先他就掃諸說 國際上沒有先例可緩 第二個辯駁是什麼呢? 他就說 在2009年的時候 H1N1流感首先在美國確診 並且大面積爆發 蔓延到214個國家和地區 導致近20萬人死亡 有誰要求美國賠償呢? 上世紀80年代 愛知病首先在美國發現 並且蔓延到全世界 都不知道被多少人造成了痛苦 有誰向美國追責呢? 2008年的時候 發生了美國的金融動盪 雷曼兄弟公司破產 最終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 有誰要求美國為此承擔後果呢? 他這些說法 完全是封馬牛不相及的事件 沒有什麼可比性的事件 來為中國 正如他們自己的術語 叫脫窩 即是推卸責任 這位耿爽列舉了 H1N1 愛知病和美國金融危機出來反駁 但這三件事件 都不是從某一個美國實驗室中洩露出來的 都是自然產生的事件 再加上一件事 美國對於H1N1 愛知病和美國的金融危機 有沒有作出隱瞞? 有沒有來去照顧屎物品? 是沒有的 大家看到是沒有的 而這個態度和中國政府有很大的區別 喂 中國政府到底有沒有 在知道這個疫情出現之後 繼續想著臭屎物品? 繼續去搞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兩會? 繼續任由武漢市當地的官員搞所謂的萬家宴? 繼續沒有主動地停止國際航班的升降? 這些已經是很大的區別了 你怎樣跟H1N1愛知病 或者是美國的金融危機相比 那些全部都是開城報工 全部都是在陽光底下 有沒有出現過隱瞞的情況? 沒有 到底你為什麼可以這樣比較? 完全是荒誕的 還有他第一點提到 國際間就著公共衛生事件 向中國提出追究責任和索取賠償 這些是沒有先例可緩的 只不過這個世界任何事情都會有第一波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世界哪會有發明呢? 所有事情都是消虧曹徐 所有事情都要有先例可緩才可以做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不用做 所以這些論點是非常薄弱的 也可以反映得出 根本上中國政府就避無可避 至於美國的州份 日本聯邦法院提出撒償 到底他們是禮真的 還是純粹是為特朗普總統的連任來造勢 這件事就好看 那個判決出來以後 到底美國政府會做什麼行動來執行 這件事在目前你都說 很難來判斷 也判斷來也沒用 因為司法程序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相信也要去到總統大選以後 才可以得出結果 除了索取賠償以外 其實追究責任也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 因為要為所有病患討回公道追尋真相 所以美國政府和澳洲外長 已經先後表態要進行獨立調查 而澳洲外長更加支持成立一個國際間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獨立於世衛組織架構以外 這才是有公信力 根據英國最新的一項文條顯示 超過八成的英國人 都是支持就著疫情進行獨立調查 調查的對象當然就是中國 所以這一波就算怎樣也好 那個調查肯定是走不掉的了 當疫情慢慢在國際間消退以後 這些聲音就會越來越強烈 至於中國方面又如何 中國政府趁著美國和東南亞國家 忙於應對嚴峻的疫情 他們在南海那裡動作多多 首先就是在上星期的時候 宣佈在海南省三沙市 設立西沙區和南沙區 以及對新一批南海島潮和海底地物進行命名 顯然要宣示主權 只不過有什麼實際效果呢 當然就是沒有 他只不過想試一下美國到底有什麼反應 因為他本身這些西沙區和南沙區 就是他自己在南海所控制的島潮 基本上是沒有增加的 只不過幫你改名字 又說幫你設置一個區 人口也是這麼多 那個島也是這麼大 另外就是什麼事呢 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遼寧艦的航母編隊 竟然在南海那裡進行訓練 又被人發現到 似乎那幾隻船仔 包圍著美國的那隻美利堅雙棲的攻擊艦 美軍的印太司令部發言人就證實 美利堅號當日和神盾藍邦克山號 的確是在南海那裡執行任務 包括進行F-35B隱形戰機的升降訓練 美軍持續在南海的活動為了確保航行自由 和鞏固印太區域的安全繁榮 強調美方支持盟友 維護他們的經濟利益 即是馬來西亞在南海海域上 進行石油陷探和開採活動 因為早前遭到中國一些船隻騷擾 雖然這隻美利堅號雙棲攻擊艦 排水量不及遼寧號 只不過美利堅號上面 那二十多隻F-35B隱形戰機的作戰能力 就比中國的殲-15更優勝 而且更加先進一代 所以現在有消息傳出 說遼寧號的航母編隊包圍著美利堅號 其實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 在現代的海軍上面 你包圍它有什麼大的作用 你找這些船仔 人家那隻就比你更加先進 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 不如你找些漁船包圍它 對吧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